我去年忽然间就是我在整理我的文件 在整理东西的时候 忽然间找到Mr.Angle给我的一封信 他那个字很特别 很特别的 对 很有个性的 然后他就在信上就说 我授权给你拍我的纪录片 真的 但是就是这样子 一埋就埋了差不多十几二十年 这我不知道 真的 我要给你一个moment 你去 我忘记写他了 I forgot to thank him 那时候我的感觉是特别强 然后当然因为那样子我又想起 那时候就想起以前的事情了 人到了一个年纪就会开始 就会想起以前的事情 就比较有时间了可能那时候 Angle你可能看过Paul喂食的 喂路食的 我是不太记得了 不记得 就这里 以前他当都他喂 后来我也喂 最近这些年我就不喂了 因为冬天这个都是冰啊 我怕摔跤 所以我就不喂了 不给他 不宠他 不把宠坏的 每天都要来 我每一次来这儿 我就听他有时候在里面 出房工作嘛 哎呀 就那个 别怕别怕别怕 但我记得他是用两只手指而已 哎呦 你都记得这个 很对很对 对不对 他就这样子 很对很对很对 哇 很对很对 你两个手指长那么快啊 对对 你不是十个手指吗 很对很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马上打了个电话给你妈妈 我就说 如果我拍你的纪录片的话 你会觉得怎么样 那他说 好啊 你妈妈就哈哈哈哈哈哈 也是她在灌藏的笑声 三十多年了 我记得那时候 我是觉得他们两个对我非常非常好 我是觉得很感恩的 如果 对 如果没有他们 我倒是感恩的 我希望你不要喝水 这个日子 就这么快 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